《文心藝術基金會》 《文心藝術基金會》 很開心這一次文心藝術基金會 有這個機會向大家介紹 韓國女性藝術家Suki Kong 連續商品的Marine Kong 我們這一次特別介紹Suki Kong的繪畫 她運用不同的名材 來關注她想關注的議題 有別於Marine Kong的作品 都是以碳筆、水彩、油畫 Suki的作品她其實是繪畫 可是她運用了不同的媒材 做成雕塑、做成裝置 可是她還是屬於繪畫的一種 我第一次看到Suki的作品 是在光州雙年展 那個時候我一開始不是這麼理解 她的作品是繪畫的方式呈現 可是當我看完整個展覽之後 我覺得她整個展覽就是一幅畫 她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精心地安排在 每一個應該要的位置 她也就在想知道 她要整個展覽 是在花上 和它靈的雕塑 是在花上 之後 她要整個展覽 要整個展覽 來自小的狀態 在花上 Suki在韩国学习东方绘画 她有非常强烈的韩国传统的文化涵养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她的作品里面 运用了非常非常多的韩国传统的文化 她受了景间谱跟花文席有很大的影响 她运用不同的材料 去探讨传统和现代社会 个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在Suki的展览中 空间就像一幅优美的乐谱 每一件作品就像音符一样的跳动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